仅仅因为婴儿的哭闹 列车员就将其活生生地捂死 全程人还鼓掌叫好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车站内地铁缓缓开来 一个黄衣男子拎着三个袋子走了进去 而车上的人则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 随后下一站到达的声音响起 黄衣男子便拎着两个袋子下了车 可还没等他拿第三个袋子 地铁便开走了 黄衣男子匆忙地追赶上去 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名男子以为是丢掉的废弃物 便上前狂踢两脚 结果袋子不仅会动 还发出了啼哭声 男子粗鲁地撕开袋子 原来是一个婴儿 婴儿的哭声立马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 可下一秒 所有人都低头骑刷刷玩手机 似乎都不想多管闲事 男子穿梭在人群中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哺乳期的妈妈 显然大部分人都不合适 最终男子 把婴儿放在一个妙龄女子身边 女子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男子 婴儿不停地哭闹声 让全车人都心烦不已 周围的人示意他管一管 女子却表示 这不是自己的孩子 然而婴儿哭得越厉害 于是女子随手扯下一团报纸 塞进了婴儿的嘴里 纸团阻碍了婴儿的呼吸 大家才得到了短暂的安静 可是很快 婴儿就把纸团吐了出来 又开始哇哇大哭 就在所有人都感到烦躁不安的时候 一个三百来斤的女列车员 从天而降 以光速来到了婴儿面前 然后把她丢弃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 用自己肥胖的大手捂住了她的口鼻 直至婴儿停止了哭声 女列车员才松开了手 这个车厢内终于恢复了平静 乘客们纷纷围上来 为她的行为拍手叫好 随后 女列车员用甜美的声音 继续播报着列车到站的信息 平静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短短几分钟 将人性的丑陋展现得淋漓尽致 原来冷漠真的可以杀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